为改善桃园中东路以及中原大学周边淹水问题 桃园市水务局将14A皮塘改造成为智慧型制洪池 最大可容纳三万立方公尺的水量 让民众免于淹水之苦 制洪池平时还可以作为中原皮塘生态公园 未来也规划结合防灾教室还有景观餐厅 满足市民多元的休闲需求 桃园市长郑文灿与内政部长徐国勇 一起视察14A智慧池工程 这是由营建署补助于桃园水务局 积极建制的智慧池 让桓中东路与中原大学周边 能够免于淹水之苦 中原皮塘生态公园 它是一个智慧型的智慧池的设计 那进水出水 那么可以容纳大概三万立方公尺 那可以保护周边大概十公顷左右的土地 那也让中原大学 让桓中东路免于淹水之苦 桃园市升格之后 市府积极推动各项水利工程 像是14A蹄塘改造的智慧型制洪池 完工以来就没有传出淹水灾情 平时还可以作为蹄塘生态公园 提供民众休憩空间 所以平常来到这里可以应该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水鸟 白鹿丝等等这一些 所以像变成一个我们附近的生态公园 有再跟中原大学来结合 所以这个多元的目标 在桃园市这么有努力之下 我想这会变成民众一个最漂亮的景观点 连日来的豪雨 各地纷纷传出不少灾情 桃园市府透过一项项的工程 解决水患 还进一步整合水利汇系统 逐一提升桃园的防災能力 记者综合报道